所以它是可以連手機的是不是啊 是智慧空氣循環扇的 是24瓦變壓器 你太吵了 好想人喔 正在臉 向右了向右了向右了 我要線上了 你還可以直接吹到我耶 配戰吧 你就不會說 你電話是吹到我 把它關掉 把它調到左邊 調到右邊 你自己就 然後用手機的話 它的風速調整就更強 它有100機的風速調整 那上面只有5階 循環扇也可以登電風扇的 所以它是連到我們家的網路 然後我的手機連 用我們家的網路就可以連到它 哇它的最小風也 讚喔 這樣沒什麼聲音 有有聲音 你聽 你都沒有聽 有 這個馬達9了是不是也很有聲音 一定的 所以它就會這樣 自然風就是忽強忽弱 讓你感冒的風 就你可以把它放很遠 然後就是它可以這樣吹在肩膀 就讓整個有風再流動 對 沒錯 然後不會吹到風 流動不會吹到風 對啊 空氣流動 它還可以限制角度耶 它可以限制說我要30度左右 60度左右 90度左右 120度左右 我覺得這放客廳比較方便吧 對啊 比較適合 放房間可能就不太適合 那50呢 這次還可以接受 50可以接受 那BB聲呢 但它不會記住我最後的位置 就我假裝我現在設定到 這個角度 然後我把電風扇關掉 它關掉它會回正喔 欸 自己會回正 但是我在打開 它不會回到我上一個的位置耶 嗯 就是怎麼樣就是要先回家 回到原本的位置才可以 那以後 其實它這個可以控制這種 用軟體控制其實 有啊它可以真的軟體更新耶 對啊 當它更新搞不好下一版更新的時候 就會又更新 沒有啊它就直接出下一版 它就叫你買下一版 它就軟體更新 這中國公司都是這樣啊 你說喔我可以軟體更新 但是它從來不更新 它只有說可以更新 啊沒有說它會讓你更新啊 弟弟要不要來體驗一下 你慢慢享受 你要玩一下啊 你不用買鍋的鍋 如果要買它鍋的是時間可以 啊啊啊啊啊 啊啊啊啊啊